水貨客影響居民 昨天就有年輕人當年質問特首 你在參選時 就曾經說過 以香港利益為先 即使與北京利益相助 但是昨天在北京所說 那個1000多銀的問題的時候 就說要平衡内地居民來港的需要 這個背信棄義的特首 是違背競選中止的特首 是否一個香港的和或是福呢 讓深圳非戶籍居民 都可以以1000多銀的方式 來香港自由行 當時是我正得中央政府的同意和支持 臨時叫停 說多年就說到牙斬斬 現在呢 至於深圳戶籍居民 和香港1000多銀的問題 這不是特區政府可以單方面決定的 那中央又有什麼看法呢 京官就說會按需要調整自由行 和1000多銀政策 但相信不會收緊自由行 怕會影響兩地交流和經貿合作 我跟那些人都以為你 我沒有拿過 那些人都留意 有那種、有酒 就那邊